一個朋友的立場就是要過年了 他有家有小就是加油 旁邊你跟焦哥還不錯 是不是 現在有一些網紅啊 他就把過往的言論挖出來 就說什麼曾經有幫他加油過這樣子 他跟之前那個案子的小姐和解放了那一天 那一天是過年前 那個時候的狀態是他們和解 所以呢我覺得說OK好 你這個案子到了一個階段 一個朋友的立場就是要過年了 他有家有小就是加油 所以那個就是在過年前 那天沒有人管 直到那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忽然間全部回去 然後就罵說你怎麼幫他加油 我根本還不知道這件事 所以因為我背後還有劇團 我就把它拉掉了 但是我覺得我沒有必要解釋嘛 我都還不知道這件事 我是看到我怎麼被罵 我才上去 喔原來還有後面的事情出來 這是不是人之常情嗎 但我還不知道這件事情之前 過年了加油 這樣嘛 該犯錯該受司法怎麼處理 那個是我們看得到的 那對於他個人 我相信他一定會感受折磨的 未來就是他自己要去 去面對的各種 去面對的各種 就這樣 對啊 我們都不能說什麼 我看一下顆粒是高粒 我沒什麼好講 現在已經 馬上他又要再開始了 我又不是當師 我覺得我 我所知道已經 我在法律上面 我在法律上面 我都不聽講的 我這樣是去講 他要怎麼樣 那是他的自由 我被你有道謠 我聽到大家 有叫彈票嗎 沒有 我們也在 有叫彈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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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有叫彈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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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叫彈票嗎